哈喽,大家好,我是二话 水芹菜在我们山下非常的常见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今天用野生的水芹菜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好以后,些愣脆爽,特别的好吃 接下来请跟私伙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过程吧 今天路过铁梗的时候 看着有许多的水芹菜 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像芹菜 而且生活在水中 所以我们叫它水芹菜 每一棵都非常的歇愣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就采摘了这么多 加住农村就是好 想吃野菜,只要出去转一圈就来了 采摘回来的水芹菜 我们先把它放在洗菜盆内 开流动的清水 一根一根的把它冲洗干净 特别是像这些叶片开叉的地方 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残留的泥沙 我们一定要仔细认真地把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之后 我们再像搓洗筷子一样 把它搓洗一遍 一遍清洗过后 我们再次用流动的清水 把它再彻底的浇洗一遍 洗得干净 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 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直接将它控水捞出 放在菜板上把它来改一下刀 先用刀 在根部切上一刀 因为它会比较老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成三到四厘米的小段 改刀完成以后 我们先把根部装入盘中 因为它比较蓝熟 所以要分开散 剩下的叶子 我们把它放入漏筛中控干水分 准备几颗去了皮的大蒜子 先用刀把它们全部拍笔 拍笔之后 再把它们剁成蒜末 再拿出一小块老姜 先把它切成姜片 然后再切成姜丝 最后改刀也切成姜末 准备几个小红椒 我们把它改刀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 也可以选择不饭 姜送辣椒全部切好之后 我们把它一起放入一个小碗中 接下来锅烧热 我们往锅中放入一勺猪油 开中小火 先把猪油熬化开 炒蔬菜在里面加入猪油 吃起来会更香 油热以后 把我们刚才切好的姜蒜辣椒 倒入锅中 用锅铲翻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以后 先把切好的水芹菜梗 倒入进来 开大火 用锅铲翻炒 芹菜梗在锅中翻炒十几秒后 我们来调个味 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来上一丢肉的鸡精 再次用锅铲翻炒 把所有的调料都炒化开 再次翻炒七七四十二下之后 把我们刚才切好的芹菜叶也加入进来 继续开大火翻炒 把芹菜叶翻炒至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在做这个菜的时候 一定要全程大火 如果用小火的话 炒出来容易出水 而且没那么脆爽 炒熟以后 我们只要把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吃了 就这样一盘蟹嫩脆爽的水芹菜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操作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我们选择用全程大火翻炒 几分钟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 吃起来非常的蟹嫩入味 喜欢的您还不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吗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 十分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